中国制造出全球最大双燃料发动机 重达2100吨 有10层楼高 对此德国直接嘲讽道 吹牛肯定不可能 不料现场启动后 彻底看傻眼了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制造出这款发动机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一个庞然大物 高度相当于10层楼 如果只是远看而不告诉你它是什么 肯定不会将其跟发动机联系在一起 而它的重量更是超过了2100吨 远航的大船需要强大的动力输出 而这个庞然大物正是一台船用的发动机 它于2022年5月正式下线 并且在北京 上海 马赛 巴黎 温特托尔中外 五个城市同时发布 该船舶的研发者 这位中国船舶奔特托尔发动机有限公司 制造单位是国内的中船集团 随着该发动机成功下线 它拥有了几个世界第一的头衔 在功率上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双燃料发动机 在下线使用上 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装备使用的最大双燃料发动机 如此大的家伙 但是开动后它的燃料使用又很低 整体弹氧化物的排放量 甚至连常规发动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同时 流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量 也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内 这就意味着 在发动机正式投入使用后 船上不用在额外装备处理设施 就能完全满足国际海事组织的排放标准 相对于过去 船舶发动机的排放法规 近年来的标准越发的严苛 一方面是因为燃料在日益短缺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全球炭减排是刚需 而船舶用发动机又是耗油大户 所以节能 环保 包效 才成为现代船舶用发动机研发的新方向 当中国制造出这款发动机时 德国专家还不相信 还嘲讽中国这是在吹牛 然而等发动机启动那一刻 它彻底傻眼了 并表示中国重工业领域 已经完全超越了西方国家 除了节能高效之外 该发动机还使用了智能控制系统 它可以在运行实时时预警 对发动机出现的情况可以在线诊断 这套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 也是第一次装备在该类型的发动机上 目前国际的海运贸易量在持续增加 各大船运公司也都在彼此竞争 都希望能拥有运载能力和功率都很大的传播 这就是说双燃料发动机未来还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而我们的核心正在不断完善 整体制造的产业链也在加快构造和布局 所以从运输的需求 再到节能减排的动能利用 新技术和新设备都能为下一步的船运贸易提供强劲的动力 而且2022年第一台发动机下线 紧接着订单就源源不断的到来了 新的技术被运用和时政是要经历一个阶段的 技术难题需要研发人员去攻克 而市场上的质疑观望和徘徊 则需要交给时间去检验 我们的双燃料发动机 从第一台下线到2023年陆续接到75台订单 背后经历的曲折 也只有研发人员和技术团队知道 此前中传集团的技术团队在进行公关的时候 正好赶上了疫情的爆发 一切规划和时间线都被打乱 可研发本身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如果这个时候中段进程 很容易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 就在一切问题变得相当棘手时 整个团队果断转变了工作节奏 他们分成两班人马 白天和夜里连续接着干 有时候的白天 主要在生产线上验证各项技术参数 到了晚上另一半人马 在对此前的各种问题进行征诞 整个过程可谓马不停蹄 中间还要不断跟远在欧洲的研发团队 进行远程的分析和探讨 正是因为这种拼命三郎的架势 发动机才能按照预定的时间 所有的工作时间都是不固定的 一些工程师从生产线到调试码头 再到装船进行试航 全程都在参与 这种超大型的发动机 其内部的各种零配件数以万计 很多零配件此前国内无法生产需要进口 可因为疫情的因素 进口的零件根本到达不了 眼看采购无法推进下去 技术团队只能组织人员进行集中公关 当时技术人员书里分析了上万种零件 找出了很多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接着又找到国内的配套厂家进行公关生产计划 靠着国内配套厂的计划备份 配套零部件可能出问题的一面才有了保障 同时也正因为我们的研发生产计划不断 一切都在按照规划有条部门推进 所以来自外部的订单才会越来越多 在整个技术团队看来 要适应更大的市场需求 后续就得推出更多的产品 而产品推出的关键 就需要在低碳燃料甚至零碳燃料领域展开公关 双燃料将会是未来该类型发动机的基础 一切的技术升级都是建立在这个层面上的 截止到2021年 在新产品的推出中 废弃载循环智能控制技术已经成功推出 这项新技术将能确保发动机工作后 油耗 气耗以及甲烷气体的陶逸量都降到最低 对技术团队来说 只要技术方面的升级是切实 那么我们的产品在未来的传播市场就能占据绝对的优势 2021年之前还属于第一代产品 到2023年初 中传集团下属的制造企业 再次交付了新一代的双燃料发动机 相比于第一代产品 新一代发动机的备用燃料是天然气 在燃气模式中 发动机使用了迪塞尔循环技术 和传统的柴油燃料比起来 新系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将能达到23%左右 但氧化物能够减少30% 颗粒物和流氧化物的减排量 将分别减少90%到97% 发动机本身不需要额外安装拖流塔 就能符合排放限制措施 如此一来 发动机整体的结构更简单 操作起来也更加灵活 这样一款技节能 动力又相当强劲的发动机 又有哪家船运企业不会喜欢呢 也因此相对于第一代产品 第二代发动机的应用场景将更加广阔 而从整个行业来看 我们在发动机上的技术突破 仅仅围绕了近年来 传播燃油的新排放措施 技术上的跨越 无疑将会提升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0.5% 这是国际海事组织在三年前 推出的低流传播燃油新标准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比例 但从技术的角度看 要让下一代发动机符合排放标准 这将是跨越式和革命式的突破 在业内人士看来 这需要船运行业整体 对业务进行调整和重塑 值得一提的是 发动机的技术虽然在升级 可也得面对传播燃油品级差异的现实问题 新发动机使用了双燃料系统 并不是说将柴油完全就抛弃了 而不同的燃油对于发动机带来的长期损害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整体而言 减少损害的方式只能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来规避 目前技术创新和制造已经逐渐从欧洲转移到了国内 以往大量的船舶发动机都是在德国和丹麦生产建造的 近年来随着发动机的尺寸越造越大 很多产品和大量的订单开始云集到了国内的造船厂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船舶生产国 无论是发动机的生产 还是下一步船舶发动机系统的改造 这些领域的市场发展潜力都很巨大 比如在一些发动机改造项目中 国内在2023年也第一次制造了甲船发动机 其中就运用到了废弃载循环系统 除此之外 隶属于天津西南海运的两艘液化石油器运输船 从2023年起也开始改装发动机 按照此前的规划 下一步都将换成双燃料发动机 目前的趋势是 未来的甲船 银 氢 都将成为船舶发动机的燃料首选 这符合低碳燃料的新要求核心标准 不过整体来看 低碳燃料不会马上取代传统的燃料 双燃料系统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首选 在这个基础上 无论是就有发动机的改造 还是新发动机的建造 未来国内的造船企业 订单将会越来越多 但同时需要清晰地看到 虽然我们建造的发动机越来越大 但由于在该领域起步较晚 目前一些专利技术还掌握在国外企业的手里 我们的企业仅仅是制造和生产 研发设计领域的一些事情 还需要跟国外的企业机构合作推进 向上面提到的双燃料发动机 其研发和设计就是在欧洲进行的 再比如废弃载循环系统 其技术专利就属于跟我们合作的 蔓延能源方案集团 截止到2023年 该集团30%的合作业务来自我国 因此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 在新液态的传播发动机制造中 虽然我们占据了制造和生产的优势 但未来还要经过进一步的突破和学习 逐步掌握研发和设计领域的主动权 只有到那个时候 我们在双燃料发动机领域的优势 才能更具综合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